嗨,欢迎大家回来我的频道,又是我Rennes 那么今天呢,我会继续我的空空赏分享 就把它装在这个袋子里面 我抽到什么就讲什么哈 那第一样东西呢,我抽到的就是这个茶包 其实我还没有喝完啦 就这纸袋包装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包装 就是一个蒸茶叶的另外一个包装 因为我很想要分享我喝这个茶的感受 上一支的那个旅行的Vlog呢,是讲我去了越南 然后这个呢,是我从越南买回来的 它是绿茶啊 我喝了之后呢,它真的有一股很浓的绿茶味 它除了有绿茶味之外呢,它有一种花香 有点接近茉莉花香的感觉 在马来西亚呢,我们喝绿茶的时候 通常会在日本餐厅嘛 它们会给的那些玄米茶啊,绿茶啊,green tea,抹茶之类的 它没有给我那种绿茶的感觉 它跟马来西亚可以喝到的那种绿茶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它的绿茶呢,是很清香 我喝了整个人就很精神 有去越南的你呢,大多数都可以在他们的街上看到这个牌子 AMPHU 如果你想要把它买来送你的话呢,也是很presentable的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这一个 切尔色的这个Oil Free Gel Cream 这是我用的第二瓶 用了第二瓶之后呢,老实说 我觉得它有一点点不够保湿 我一直以来都认为我是混合偏油性 可是原来呢,我只是混合性 我没有偏油 我前一阵子呢,做了一些雷色的Facial 过后我就觉得我的脸变得有一点点偏干 这个东西呢,其实没有办法满足我一天的保湿需求 如果你是混合偏油性或是油性皮肤 我真的很推荐你用,因为它真的很快速吸收 那么如果你的皮肤是干肌 或者是混合性的话呢,建议拿比较保湿的那个冰河糖 Ultra Facial Cream 这是资深糖的WASO系列 这个是他们去年才推出了一个新的系列的保养品啦 那么因为我有他们的Membership 我就拿到了这种Sample来试用 我没给个讲 这个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看过 这个就是他们的Ultimune Power Influencing Concentrate 就是他们的精华液 我还蛮喜欢这个,它还蛮清透的 它不会很粘腻 它就是属于那种清爽型的Serum 然后涂了它之后,可能太小惯了吧 没有什么很大的效果 然后他们这个精华液呢,是用特别的科技去制造出来的 我们先拿洗脸霜 这个是Quick Gentle Cleanser 它的颜色是黄黄色 透明黄色的 这个洗脸霜呢,给我感觉它很多泡沫 用起来呢,还蛮温和的 我自己实际在觉得它还是有一点点不够清洁 如果你是讲究我洗完脸一定要很清洁很清洁很清洁的那种 这个可能满足不了你 我还是会感觉有一些些东西在我的皮肤表层没有被洗掉 这是他们的Fresh Jelly Lotion 它是一个透明质的叶 你可以看到它并不稀薄 可是它也不会很稠 我涂开它之后呢,它也还蛮容易吸收的 你看,很快就被吸收了 它的香味,对 这系列的保养品呢,有一定的香味 而且这个香味呢,我自己秀出来呢,是那种很精品保养品的香味 我秀不出那种天然的花香啊 如果你自己对香味有敏感的话 我就不建议你用这个系列 这个Lotion呢,给我的效果还是蛮保湿的 毕竟它并不稀嘛,所以它有一定的浓稠度 涂了之后呢,在肌肤表层上 它需要一定的时间去吸收 接下来呢,就是它的Moysterizer 也就是它的面霜 而且它有分早上跟晚上 这个呢,就是Quick Math Moisturizer 它是一个小小的青色的瓶 这个的质地呢,跟这个Lotion呢,差不多 它会比Lotion浓稠一点点罢了 同时也方便上班族 在出门之前呢,能快速的把那些Skin Care 那些保养品呢,以最快的速度呢 把这些保养品吸收到脸上 那就可以快速的出门 它也是有定的香味啊 对我来讲,它真的很快吸收 保湿度也不错 然后这个呢,就是它的晚霜 它是一个浅橙色的瓶子 Clear Mega Hydrating Cream 这个呢,是建议在晚上使用的 它的质地就是霜状 透明的霜状 它的质地呢,比日霜来得更浓稠 那么这个用在晚间保养呢 能让你的皮肤得到了一个修复啊 深层的保湿的功效 我其实这两个比起来呢,我会比较喜欢这个 因为它有一点点油的成分 插上去之后呢,需要时间吸收 那感觉很不一样,就是它给的保湿度很好 而且我查了一下价钱 这一系列的价钱呢,其实还蛮平价的 就是以专柜的价钱来评比呢 这一个系列呢,是比较平价 想要试试看,然后又对香精没有什么很大的 剂围或者是排斥啊 可以去试试看 接下来呢,我用完了是这一个 可是我很早就用完了 把它保存到现在 就是想要详细的讲一下它的使用感受 这个是Sephora他们家出的那个 Makeup Wipe 这是Green Tea Exfoliating Wipe 它呢,就是绿茶去角质的洗面镜 它这里是怎样? matifying and anti-bremish 我对这两个claim的没有什么 太大的反对 我想要讲的是它的纸巾 就是我们平时的那种洗面的那个Makeup Remover Wipe 它的表面是平滑的嘛 它这个有点不同,它有两层 第一层呢,是平滑的 第二层呢,是颗粒的 颗粒感很重 它的颗粒感超硬 然后我觉得用在脸上根本就想要把皮肤磨平的感觉 它就是那种很硬很硬的颗粒感 然后用上去很不舒服 就算你的力道有多轻都好 我还是会感觉到我的皮肤受伤害 就是好像被人家撕拉的感觉 它的颗粒太硬了,它做得很不人体工学 它没有考虑到其实我们脸的肌肤呢 是会比较敏感又会比较薄弱的 其实用在脸上的东西呢 还有用在脸上的手势啊 把东西涂抹在脸上的同时呢 最轻的力道去做保养 这样子才会避免皱纹的产生 还有一些过于的拉扯 它真的很不user friendly 然后你看它这个 它的包装就是那种一粒一粒的 它真的是一粒一粒的 而且这一粒一粒用的很痛 我很不推荐 来到了发油 就是这个 我一开始用的是它们最经典的那个橙色的 因为那个来自星星的女主角呢 里面所用的发油呢 是这一罐 它是Perfect Serum 这个是100ml 它算是比较大罐的 它跟那个橙色的呢 其实是有差别的 橙色那个是透明质的 这个是白色的 它用起来给我的感受呢 是不错 也是蛮保湿的 可是它没有橙色那一罐来的 更加的修复保湿 我觉得这个品牌 生产出来的 发油啊 发霜之类的 都蛮不错 接下来呢 我要讲的就是这个 切尔式的精盏化化妆水 就是我相信它应该很 已经出名很久 然后它是 for normal to oily skin 袋 就是普通到油性肌肤的肤质呢 都很适合使用的 它有减缓发炎的效果 用它来湿肤的感受呢 会比较大 我就会觉得 它真的有一种很 镇定肌肤的功能 都都突然间跑出来呢 也可以用它来急救 它就有一种 暂时缓解发炎的效果 而且它的精盏化呢 是真的浸泡在这个 toner里面 它的成分呢 可以完完全全的 再把它的一样出来 那么还有最又一样呢 就是 咔当 这三个 这是它的 Original的尺寸 我只是把它剪了 我用完了 之后呢 把它剪成一半 然后就可以把里面 剩下的呢 都全部的用完 那你买到这种软管条的 护手霜啊 skin care啊 保养品之类的啊 当你要用完的时候呢 记得把它剪到一半 然后确定里面的 所有的那种霜啊 lotion啊 乳霜乳液 可以完完全全的取出之后呢 把它丢掉 这样子才不会浪费钱 这样子才不会浪费钱 还有浪费产品 讲一讲我的黑历史 其实我体重飙到最高峰的时候呢 是58公斤 也就是大概 五六年前吧 那时候呢 我也不懂为什么 喝个萌丝跳吧 过后呢 我就想尽办法要瘦下来 其中一个办法呢 就是靠瘦身霜 以前很经典的那种瘦身霜呢 就是涂了之后呢 给那种很辣很热的感觉 现在的科技呢 已经可以做到那种 不痛不痒不黏不油的瘦身霜 而且呢 我很推荐这个 这是我用过呢 最不辣最不痛最不油的瘦身霜 它有四种成分 第一个就是香兰基丁基米 它可以快速产生温和持久的热源效应 这个表示呢 可以我早上洗完澡之后 把它涂抹在我的手臂 然后或者是大腿或者是肚子 我就可以去上班 我不需要担心它很刺激皮肤 很辣之类的 放工之后呢 我想要去做运动 然后那个运动呢 会使到我的肚子呢 发热 就是体温升高 或者是会那个运动有关系到我的脚 我做脚步运动 我那个时候也会感觉到热热的 就是它的热感呢 可以持续很久 直到你下一次洗完澡之后 它就会把你洗掉 把没有被吸收的成分给洗掉 我用到我很惊艳耶 长达了八九个小时过后 我再去运动 然后那个热感还会再跑出来 就是它是有惊艳到我的一个地方 还有一个是水解胶原 水解胶原呢 是一种蛋白 也是一种天然生物产品 然后它是用于增皮肤 它是用来延缓衰老 它还有一个功效呢 就是可以去除韧成分 所以韧成分的妈妈呢 可以使用 在生产完之后使用 持续的用下去呢 可以看到那些肥胖纹啊 韧成纹啊 橙皮组织啊 都会慢慢的消除 这就是水解胶原给的特效 还有呢 就是破合醇 它是帮助燃脂成分渗透 然后打破脂类细胞脏壁阻隔 那么疏通血脉 刺激神经系统 它可以促进淋巴排毒 在我之后的影片呢 我会说到我怎样维持我的身材 那么在那个时候 我才会更详细的解释 这些成分要如何去帮助我们达到一个瘦身的效果 那我大概讲一下 其实出现水肿的现象呢 是因为我们的淋巴阻塞了 这个叫破合醇的成分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淋巴排毒 然后搭配一些适当的按摩手法呢 会更快更有效的瘦身 我会把我自己的对比图放在这里 这真的很好用 如果有兴趣购买的人呢 可以往下面的资讯栏去找到我的资料 OK所以今天的空空赏呢就到这里啦 希望你会喜欢 我从今年开始呢 就会比较多在IG story那边分享我的生活 比如说我用到很好用的气垫啊 我就会在IG story讲解一下 当下的感受 然后当下我为什么喜欢它 它又适合谁谁谁 什么负质 如果你有兴趣知道我的生活 还有我所推荐的日常用品呢 记得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